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机关事业单位人才首次纳入政策范围 全市可受商品房军队人才优先供应 人才购房最优先 爱人才优先 其他购房人递进的顺序选房 来您提出 高层次人才购房补贴发房20到200万元 于2019年11月1日起实施 有效期5年 男同明确 具有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应届毕业生 放开了落户门槛 对于优秀的高等人才还给出了40到150万元不等的购房津贴 实验指出 引进的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 可享受最高50万元的购房补贴 长沙指出 在长沙工作 具有专科级以上学历或技师级以上职业资格的人才 首套购房不受户籍和课税设保较存时间的限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